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来聊房子 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疫情海啸有一点奇妙 也就是刚开始他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股市会跌 但是没想到呢 他却节节的上涨 一直到现在快结束了 你觉得说股市应该会涨吧 结果呢他节节的下跌 当然经济是一个很复杂性系统 不能用其中的一个因素来决定 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那最近美国央行升息 我们这里呢也跟着升息了一次 未来会怎么办 那你手上如果有太多房子 是不是需要担心呢 对的 如果你贷款很多 的确是需要担心一下 我们今天请到了 这个房地产的专家 地产秘密课之一的敏婷 来跟我们聊房子的话题 哈啰 淡如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Tim 你的他的艺名叫Tim 另外有个是Sam 对不对 好那么来谈一下最近的状况 到底怎么样啊 最近的市场其实不太乐观 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再来就是升息 还有打炒房 这个三件出招 其实整个市场状况 其实不是那么乐观 而且我们真的观察 现场接待中心 每一个接待中心 几乎是没有什么来人的 然后再来就是防众的中股市场 也是呈现年减率的状况 那其实今年在政府在打炒房这个政策下来之后呢 其实预售物建商在投资的土地交易量 其实就已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两成 其实建设公司在评估 什么叫投资土地交易量 是抢地吗 对抢地的状况没有像去年那么热络了 所以其实大家都还是在观察这一波市场的一个进气 就是从上游开始先观望一下 对甚至有建商他已经寄出说他集团之内先不买地了 对这样的计划已经停止了 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最近市场的观望的程度 其实蛮严重的 那因为就是在六月四都的房市交易降温了 其实在买卖移转动数比去在三月的部分呢 已经下跌了4.6%到20.3% 所以可以看到说最近市场的那个气氛 真的是蛮浓厚的 对观望的气氛蛮浓厚的 然后加上其实行政月上个月已经通过这个 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草案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解释给大家听 那除了就是炒房重罚5000万 是一公告就要生效之外呢 其他四个规定就包括限制预售物换约 然后司法人的购物需要采许可证 再来就是预售物的解约申报跟检举奖金制度 这个四个规定会是有就是有一个日出的条款 也就是法案生效前会有个缓冲期 那其实预估就是之后会迎来一波的抛售潮 然后内政部也表示会尽快的上路 现在有业界是说有可能会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 所以最近呢其实有很多蛋白区 就是投机客很多的区域其实有很多的抛售潮 就蛋白区因为投资客多嘛 大家期待的是上涨 所以因为未来可能预期不是那么好 它就会松动 那么请问炒作重罚5000万 什么叫炒作啊 我们就很爱搞这个定义问题啊 对啊 因为炒作不可以随便给你戴一个帽子 什么状况才叫炒作呢 对其实它这个草案其实也是有一点模糊 因为它是写说 模糊很可怕 因为是5000万 对其实它是写说 只要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炒作者 他就是最高会罚到5000万 那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是要判刑三年的 但是后来这个已经取消了 不是因为这是民不是刑事啊 对 你怎么会把人家关起来呢 所以 这个极权政府吗 对所以它是除以就是100万到5000万 那其实这个草案一出来的时候呢 当天呢不夸张 就是网路上有非常多那种投资买房群组 甚至是换约的群组 就立即的解除这个赖的群组 然后也有就是甚至是很多投资客 他可能早上他本来80万加价要买的 他可能下午30万他就赶快要下车了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其实因为这一波最主要的就是针对 为什么要下车 对因为他们担心说要一路走到终点 因为预售屋不能换约了 他们必须要经过 如果他们是多屋组的话 可能会经过最后的一个现代令 不好意思预售屋不是本来就不能再换约吗 那个是红单不能转让 然后红单其实不能转让 红单就是还没有签约 对还没有签约 对对对 那现在是预售屋 他之后就是不能再转让了 这个其实对预售屋的市场 其实影响蛮大 本来是还可以是吗 对本来是可以的 所以有很多投资 你会解释一下本来是怎么可以 好 所以你知道我一直把红单跟预售屋搞在一起 难怪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还有人在买预售屋还来卖 这样 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之前预售屋的红单 是还没有签约之前淡如姐刚刚有讲的 就是一张预约单红色的单子 那你要确定后 他会给你一个就是预售屋的买卖契约 他是可以让你审核五天 所以本来大家是在炒那个红单 就先订嘛 对先订 然后你如果我知道有人是这样炒 就先订 然后卖掉之后 也许我赚你十万块 他就跑掉了 对对对 这个本来就很怪啊 因为你知道红单跟真正签约的时候 红单是价格已经确定了 对不对 就写说我大概有多少钱 没有那个还没有确定 对啊那就是卖红单很奇怪 卖完红单给第三个人 就第三者 第三者才在跟建设公司在讲价格 对所以其实 红单不能转售这个是本来就已经现在不行了 那其实内政部已经铁了心 就是在去年12月8号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台南有出现漏夜排队买房的状况 然后呢内政部就非常生气 在隔天12月9号马上寄出说 预售屋禁止换约 所以刚刚有说到就是那个草房的群组就非常的紧张 所以预售屋禁止换约也是去年12月就禁止的啊 没有还没有禁止 对现在这个草案 那时候只是宣布 对对对 我一直恩惠他早就禁止了 那应该会预计在今年会最快 听说会7月上路 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他的时间点 所以这段时间事实上还有人是在买预售 然后已经谈好价格嘛 对甚至是有很多投资客现在想要赶快下车的 赶快转让 那请问怎么下车 他就是转让给第三个人 所以你刚刚讲的 本来想要赚一张占你80万 后来赚30万就好 甚至就算没赚 赔瘦我也真的有听过赔瘦的吗 最近其实也有听说就是有一些蛋白区 甚至蛋壳区那种的 就是真的有投资客他可能一次买四五户的 先抢了再说嘛 对因为他如果不现在下车的话 他要一路做到终点 那终点的话现在又有第三户的限制 现代令 所以他可能会嘎不过来 所以那种就是杠杆玩太大的投资客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也就很简单的说 如果你不是真心要住 或者是不是真心要投资 放个五年也没关系的 你现在就是不要轻举旺动就对了嘛 对不对 对 那才如果你口袋很深 那就是另外 不过你刚刚讲到那个重罚炒作行为 事实上我认为念法律的最不喜欢这种条文 就是你无可判定什么叫炒作行为 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建案的老板 他来上节目说 哎呦我的东西很好啊 相对便宜 那这样算不算炒作行为 如果你要广义他也算 就是他可以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不是吗 照你的这个地产秘密课整理的一个 他说明确规范如果有散播不实资讯 影响交易价格 或者通过透过通谋虚伪交易 营造热销假象 或者是点点点 有点模糊 很模糊嘛 对不对 我要是说哇这个建案很好 或者是一个房地产的代言人说 哇这里就是我理想的居所 那这样叫不叫炒作行为 而且里面其实他这个PPT里面简报 还有写到就是 建商最喜欢玩的就是闭门销售 就所谓的潜销期 因为其实去年开始 这一定有的 很多消费者买房居然买不到 然后很多案场就是先闭门销售 先给一些就是投资客 然后把部分的互点卖标之后呢 然后再做分段的调价 对 然后我们就有听过很夸张 就是有建案 他是一天早中晚各调一次价格 对 所以这次呢 内政部他就祭出了这个 就是分歧销售 饥饿行销 其实 我知道了 我们等一下再聊 我真的很不太了解 原来台湾的房地产的交易 有这么多 表示我没有在炒房 因为我没有什么台湾的房子 好我们来听一下地产秘密课的Tim 来讲 政府的新的打炒房的政策 还有到底原来大家投资客是怎么玩的 我今天也是摊回官司才发现 这跟其他国家的玩法都不太一样 对那因为其实其中有一个刚刚有说到就是重罚炒作者 那其实这个内政部的PPV简报里面就有写到说 分歧销售饥饿行销造成就是房价的上涨恐慌跟抢购潮的 这个部分呢也要重罚 所以很模糊啊 对很模糊 分歧销售意思就是说 这是分歧销售在国外是合法的 比如说以香港而言 好了一整栋楼 因为我买过新鸿基的 他们是这样啊 先把比较不好的楼层拿出来 对不对 卖你可能 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好了 80万一平米 可是后来在卖高楼层的时候 因为高楼层他们比较有人要嘛 他们喜欢住很高 所以就会变成121平米 那会让前面先买到不好的楼层的人 误以为自己的房子是涨价了 对 那这样不行哦 对这样不行 这很怪 因为每一家 每一个只要是高楼都是这样卖的 对 那因为其实台湾的预售市场 几乎每个暗场都会做就是分歧销售啦 就是前面先有一个早鸟的优惠 然后中段会有在一个上涨的 一个价格 那因为最近市场好 所以我知道很多业主都非常 就是建商非常想调价 那代销呢就非常的紧张 就是很怕业主又想要调涨价格 可是其实业主啊 有时候也是 我不能说他们不得已啦 否则也会被丢砖头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们现在哦 我看见的是 就算他卖完了 他也不确定 以前至少他们会赚15% 对不对 也不确定自己会赚 因为很多东西最近在飞涨中 对不对 砖头也涨 工人也涨 那设计费也涨 还有各式各样的进口材料就会涨啊 我有听说就是有建商 现在就急着要开工 因为他连囤他那些 比如说像是他的钢筋那些的都要钱 对 那个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在囤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尽早开工 因为那个是上涨的那个速度实在太快了 而且囤的地方也要钱 而且还没地方囤耶 对对对 所以现在成本高涨 人也没那么多 对 现在缺工的状况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到最后那个15%会不会的利润会不会被磨掉 其实是很难想象 很多人误以为建商赚非常多 后来我记得也是 我后来算一算哦 因为我在某地不是在台湾投资过建商 我算一算其实就是那15% 对不对 扣掉的有的不的就是这样而已 对 而且你还要盖个三到五年 是 对 那如果你是遇到像围绕度跟这种 你可能要跟地主去交涉 那可能又要花更多时间 有人会过20年 那请问机会成本怎么算 还有工资耶 自己那个员工去交涉的工资 什么都要算耶 对 所以很多人都说就是其实建设公司是加工业啦 对 好那刚刚讲到了 现在是不可以 那不可以 所以后来怎么样就只能 比如说我今天干脆就是第一次 只要是一栋楼20层 把每一层的价格都全部一次销售 清清楚楚标在那里 对 我觉得未来整个预售屋的市场会是走向 就是不二价更透明化的方式 其实这样对消费者来说也好 这样听起来也不错 对 只是台湾的消费者其实还是会有希望可以杀价 杀价并没有规定在这里不合法 对不对 对 但是问题是你要是定的离市价太远 很可能就会变成炒作行为 是不是 对 所以其实这个政策其实还蛮模糊的 政府最大的任务应该是不要让大家 就是在完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 去踩到法律的陷阱 可是这条真的蛮奇特的 而且更可怕的是就是他这次还有建立一个检举奖金制度 就是全民要变成检举魔人的时代要来了 这个通常我们的政府很喜欢连作法 这是我的观察 所以要怎么检举啊 他其实呢就是他这个第二 他其实是冲着第二条来的 就是他建立一个吹哨者的制度 就是建立同业跟买方还有检举机关都可以来检举市政 那他会就是 如果你发现这个有一个炒作行为 你可以向县市的政府检举 如果经过查数是这样子的状况的下 那其实他就是会实收罚还中提充一定的比例作为奖金 这好像捡到钱一样 假设如果他被罚了一百万 我可能可以收十万 可是这状况很不好 这会建立一个爪扒子的世界 而且会让主管机关很难以就有太多的案子 然后真的假的他全部都要受理 因为其实我们的政府单位已经是有人检举就受理的状况 没有人检举就算了 而且都是同常常是同业检举 而且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信赖感 就是随时都可以互相举报 那其实建商对于这条也是蛮有意见的 到最后就是A建商检举B建商 就发现很多同业会检举互相检举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大家这次还蛮关注的 所以这是修正重点 还没有确实举行 但是按照敏廷的说法可能就是七月 对不对 这些法令我该怎么说呢 是学法律的人定出来的吗 这个真的很模糊 法律名词一定要确定 对 好 然后另外一个这次的修法的重点 就是管制司法人购物 就是以后法人买房 就是要取得住宅用的房屋许可证 对那其实法人买房呢 不止央行已经寄出 就是公司贷只能四成之外呢 以后司法人购物就是要改采许可制 那就是买住宅要附上实用的计划 以后是指什么以后 如果我现在的假设有一个人的公司 他本身就买了一个住宅 对 人家居家办公这样 以后是指法令宣布以后吗 对 但是他可能是针对预售物 所以这个其实现在还蛮模糊的 对 对啊 其实说真的 如果要买住宅的话 还真的很难用法人买 因为税很高啊 对 因为税很高 他是防止公司在逃税了 或者是报税上的便利 对不对 对 他这个改采许可制就是 他有用途有限制 就是比如说你作为员工宿舍 或是长期出租 经营或是多跟为老重建 这个是可以排除的 但是如果你取得了许可制之外呢 你移转登记后 你五年内都不能转让 对 他有这个规定 然后其实为什么他会寄出这一个公司这个政策 其实是因为呢 内政部其实有发现到2020年的时候 就是他有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在2020年 就是一般民众真正的多屋组 我们所谓的多屋组就是 他是拥有四户以上的比例 大概只有占1.46% 也就是100个人 大概就是一到两个人 听起来很良心 对 但是法人哦 平均拥有四户的 高达了12点多% 那投资客本身的荷包也一定很丰富 对 因为法人只能带四成 对 那所以从草房的角度来看 以多屋组为基准的话 一年内转售的民众呢 他只有9.74% 但是法人如果是一年买卖房屋 这样子的比例呢 已经占了54% 所以代表其实有很多法人 是之前是透过 可是他们是人头 然后成立公司 然后来草房 对 所以就是内政部震怒 就是针对法人草房这个部分 去做一些 就是制度上的延伸 对 是 好 我必须说了 用各国来比较 这个也很难禁止 比如说以大陆而言 法人的确是也可以买 某一些 他好像不太能够买 这个住宅 可是他可以买办公室 那 基本上呢 就是你通常很难禁止他能够做什么事 但是后来 税是重的 所以他们避免用法人买 可是在台湾 其实法人的税跟贷款条件也是不利的 但是 竟然 还有法人要买 这个 这个事情还蛮值得推敲 对 等一下再聊 幸福好时光 我们一次来了解未来可能的状况 也就是 打草房的政策总整理 当然对于 我们大部分都不是投资客 也不是那种 拿法人在买卖房子 对于消费者而言 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恐怕是 怕利息不断的往上升 往上升 尤其是某一些家庭 他们真的是把自己 为了要买一个房子 房贷已经都交到总收入的一半 那如果你再升个一两趴 每个月都再多个五千一万 他家庭经济就崩溃了 不是吗 对 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房贷 就是我在十年前的时候 房贷大概是二点多趴左右 那从去年开始 其实就已经降到一点三亿了 那这一次就是央行 里坚士会议他升了 0.25 对 那我现在的房贷大概是 1.56 那甚至引到1.6 对差不多 对所以 其实对我们这种 就是自助客来说 其实压力其实蛮大的 对 每个月多差不多 大家要看你贷多少了 多贷一千万 多多少 两千块 差不多 对 其实对我们这种 就是自助客来说 我觉得影响还蛮深的 对 对 那其实央行这一波呢 他其实我们可以讲几个是对一般民众比较有感的 就是现在民众第二屋是没有宽限期的 对所以你要换屋的民众你要特别的留意 就是因为现在没有宽限期了 所以你的资产自备款要准备比较足一点 没有宽限期的意思是 对就是一般其实我们就是前两年或三年就是缴席 那因为有很多人他是要装潢的 那现在装潢费用又非常贵 像最近我要提一下那个我们 我的partner Sam 他最近要装潢了 他明明就是买一个新城屋 那基本上基础工程应该不用花太多钱 那其实后来就是设计师报价之后 他整个傻眼 几瓶多少钱 就大概室内 对我很专长 室内大概 但我姐你可能会骂他 怎样 对啊我要报他料 就是他室内大概30吧 嗯哼 室内30 对 本来虚瓶大概多少50 对差不多 好 对那就是算室内 嗯哼 大概快30 他好像说花到快500吧 对 快叫他撤回来 哈哈哈哈 你知道他一直不敢跟 好凶哦 对他一直不敢跟淡如姐讲 怕被你骂 对因为装潢是沉默成本 对 本来就是了 那我第一次报他料 所以你看装潢好看一点 但如果你的财力 目前没有那么多的话 对 我跟你拜托 你哦 就是呃 先把买一些家具 把它搬回来 装一装 灯装上 真的就好 而且 其他就靠你的艺术细胞 这是我真正的建议 而且你知道他说 就是有很多的装潢的板材啊 都是实价报价 就是跟那个海鲜鱼货一样 用实价 就是他说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给你 这个时代的价格 就是 就是他说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报价给你 因为之后可能会浮动 所以他就尽量取消了一些 呃 比如说 他 他这个四百多万是完全没有一片食材 对 所以 哈 所以 所以 我们就觉得 他明明是怎样啊 他明明是自己 一直在当房地产的 这个业者 所以他不敢跟你讲 怕被你骂 不是 他那个设计师换掉 嗯 我跟你讲 淡如姐 那个设计师还是我们自己的朋友 哈哈 我跟你讲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现在忘记这些法令了 对 我后来啊 绝对 我有很多经验 我绝对不要请朋友来帮忙 因为朋友后来告诉你说 要追加 我曾经被朋友追加过一倍 后来连朋友都不用做了 比如说本来是两百 好 那我们就觉得 朋友之间不用签什么约 对不对 他最后告诉你是四百的时候 你真的就没有朋友了 这个会不会加太多啊 真的就是double 所以 但是又是朋友 你又不能不付钱 对不对 但是付了钱之后 心里就 那个 某种不舒服的结是有的 那你觉得有到四百的那个 啊 装潢的那个 并不怎样 啊 但是他觉得很好 但是我自己后来看 但这要怪我啦 因为我后来发现说 这很多年前的经验 就是 我后来发现 做了很多无效装潢 他在那里多做的东西 花了很多钱 但其实 我并没有需要 那也是因为你过度 可能忙 过度信任朋友 所以 呃 就交给他了 对 然后就做了一个 做了一些 事实上很莫名其妙 你要打掉都很麻烦 存在在那里 事实上 你也没有真心喜欢的东西 所以 装潢是一个 很大的学问 但是我一直认为 如果是新陈屋的话 真的你一瓶 超过八万 我都觉得 你就忍耐一点嘛 将就一下嘛 人家建商给你好好 做的流理台 就不要打掉嘛 建商做的那个 什么浴室 就像他那样嘛 那个也是新的啊 对 你知道 这就是老一代的想法 San就是把所有的建商给都退掉 他就是想要花钱 对 但如果他钱够也就 也就 可能他终于活到这个时候 就是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想说要 低栋对不对 低栋 低栋当凯子也是应该的 真的吗 因为我就 但他都不敢讲 怕被笑 我第一次有自己 要住的房子装房的时候 也就是那时候在当凯子 就完全不计较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那个浴缸啊 我自己买 可以买到三折 那但是他报的也都是十价 实在的价格 比如说 浴缸很贵 为什么去那边看 比如说 十几万 你自己去看十几万 对不对 他就报给你十几万 后来我才知道设计师 其实可以拿三折 那但是第一间房子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对 而且通常建商大批取 那个他们一定又可以拿 要更低的价格 对 所以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要 就是建议消费者 如果你在看预售物 他可以课便嘛 还是建议不要退掉啦 对 因为课便 你能够折的钱少 很少 非常少 那你自己还要再换个马桶 就加的就是课便 退的钱的三五倍嘛 一定是这样 对 就是你拿的钱 拿回来的钱很少 对 但是你自己去购买这些厨具 或者是卫浴 其实那个金额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都还是建议说 还是不要退掉啦 对 有时候把艺术标准降低 你人生会过比较好 其实那个五百万 哇 装三十平全新的房子 你就最好后来很喜欢啦 就这样 好啦 我们都是在邀请大儒姐来家里看看 幸福好时光 我刚刚在跟地产秘密客敏婷 所以我最近的装潢都拖给师傅来了啦 当然啦 因为我老实说 我跟他们董事长也有一点交情了 因为他们在全省 但是说拖的师傅去估喔 就是估多少也未必是有一个准则 可是因为认识 所以他会帮我看着嘛 我真心觉得那个三十平五百万 是有需要做到那么 怎样 空金吗 对 因为就是其实装潢真的是 沉没成本 但是很多东西 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贵 而且你知道装潢很可怕 装潢是你要付 没有贷款 你是要付现金 就是这样 所以甚至最近压力很大 你为装潢搞到压力很大 然后带着一个神经病的脑袋 住进一个美轮美奂的房子 我骂人的是吗 真的 太如姐已经在骂了 所以我就不敢跟你讲 对 不是 我觉得 哎呀 各位朋友 我们那位朋友你就不用管他 因为他是人生第一栋 要住进去的房子 要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劝大家 万一你真的钱不够的话 装潢喔 真的先去一起啊 买一些东西搬进去 用品味多买几本杂志 要勾得比较漂亮 这样就可以 自己骑个墙 对 就是或者是用个画 把那个不舒服的东西遮起来 真的大致弄好就行 还有我大概只会换一个东西 就清晨物 连浴室都不会换 如果是中古屋 就是浴室一定要换 否则你会不舒服 对 对不对 哎 可是人常常这样 设计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开始要说设计师 他不愿意有东西不换 大部分的 他都希望全部把你改造 全部都打掉 也不一定是因为他想要赚最多的钱 而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作品 所以我每次 我后来就不太爱这个全权交给设计师 因为你的作品跟我需要的居住环境 还真的有很大的距离 对啊 而且你的家不是他的作品级啊 是你要住的 还有我很怕人家 一整个房子里面 就为了要整齐 都是收纳 有没有 收纳其实占了很大空间 但是有的收纳你知道 高到我可能要拿楼梯才会上去 把东西放在那里 那如果一个东西要树枝高格的话 你通常会忘记 对不对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它捐给某个慈善机 真的 是不是 断舍离很重要 而且真的搬家之后 你会发现你买了很多必要的东西 是 对 嗯 好了没事啦 就是 我真的觉得现在 怎么会跳到这里 好笑 不是住房还没有那么贵 装潢真的好 对啊 而且装潢不能贷款啊 而且要一次付钱 而且你知道如果你今天住在台南或高雄 他的房子 假设有些地区 他的房子明明是台北的三分之一价格 可是他的装潢费是一毛也没比台北少 是啊 对不对 嗯 因为算法都一样 而且百分之百现金在付出 嗯 好了别人装潢我干嘛生气呢 你 诶 祝福他 我会去参观送礼物 好 谢谢炭如姐 好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呢 预售屋的解约要申报登录 嗯 对 那这个主要呢 就是针对预售屋的部分 那预售屋他之后如果 呃真的有遇到解约的状况 你一样要申报 不然就是还是 如果你没有申报的话 就是要罚还这样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 罚谁啊 罚建商 对 罚建商 那其实呢 这个草案他规定就是 三十天内要申报 其实他是避免 假交易 烘抬房价 哦 他其实也可以避免 就是投资客因为不能转约 改用退户的方式 然后再用建商端出 那种一次多户的那种投机客 那突然景气反转的时候 就让你罚这样 他就让你罚 因为他不要走到终点 贷款他没办法贷 对 所以他宁愿就是15%就没收给建商 对 赶快下车 不然就很麻烦了 说真的 我对于房价的看法是 我认为我们升息不会比美国猛 因为他们的CPI 照他们的算法 大概已经都到8%以上 那我们是在3%以上 会不会往上增很难讲 因为的确万物皆涨 而我们的CPI的算法 那个食物占的种类 其实食物涨很多 但是我们占的比例不高 那可是他要怎么涨 不会像美国升息的那么快 可是慢慢会升 你只要看到你的物价涨了 你大概就可以想到 你房价的贷款利息也可能会涨 这是合理的推断 没错 对不对 可是你说呢 未来很长期 假设你看30年 也就是我们这代的人 可能慢慢再见的 那个30年后 少子化很严重 除非有任何 当然房价是复杂系统 就如果除非有任何状况的改变 否则的确是会变成 有些房子没人住啊 那郊区一定首当其冲 没错 对不对 跟日本现在就是告诉你说 北海道房子都没有人要 或者是乡下的房子 多便宜都没人要 就算里面凋梁化洞也一样 所以我们常说 其实这一波蛋白区 甚至蛋壳区这种 就要特别的留意 这种房价虚胖区的部分 就有可能会做一个反转 那相对蛋黄区 就会比较保值一点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敏婷 来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小心 就不要用过多的财力 去弄更多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有个政策 是我人生一定要奉行的 就无论如何 你不要跟政府对着搞 各国政府都一样 因为它能够使用的权力 比你强 除非你的钱比它多 但那是不可能的 好谢谢敏婷 谢谢电财迷迷克 谢谢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再见 拜拜